就是那个什么 就一开始还是学画画的 画得还不错 但是那时候好像他的画风跟那种玄牌不一样 所以就没收到他 后面人家一次急下就参宾去了啊 后面你们想一下就参宾以后嘛 你就开始了政治生活啊 军事生活了 就越来越牛 后面就莫名其妙 就是什么了 第二次世界大大忙 对 苏年前同同啊 对 老师被加苏4月加急签训 啊想想啊 对对对 哎呀 好了幸好没给 幸好没给人那个什么 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画面了啊 我们今天的话主要是我给你们示范网 把叶子也示范网啊 叶子也示范网 葡萄也示范网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来再来看一下葡萄的一个作业 点击下作业啊 另外的话我会给你们布置一下作业 就是说 呃老师 因为刚好这几天嘛 就是 就不能上课 估计要两个多星期啊 两个半星期左右 说说 我就会把作业给你们布置好 文艺是零分呀 你们看错了好吗 你看葡萄的这种汇化的一个过程的话 基本上同学们已经没问题了啊 是不是 葡萄怎么画的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我今天下午到昨天的时候 我下午主要是啊 我给你们点评了蛮多作业的 我发现你们的葡萄呀 画的这种质感呀都还可以 但是有几个问题啊 第二第一个问题就是 呃你们有没有画葡萄的时候 这个线条画的很很稀疏的 线条画的特别稀的有没有 特别散的有没有 有的同学给老师刷个一啊 线条千万不要去画的很散 画的很散的话 就会感觉这个色块是 就是一根红线 一根黄线 一根紫线 就很乱啊 所以线条的话 一定画的很密集 就是给它融成一个面 你再下一种颜色的话 就是在这个面上面去进行一个叠色 它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啊 同学们啊 这个要注意的 就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们看一下 每一颗葡萄上面 它都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雾水啊 被擦掉的感觉 是不是 这种雾气被擦掉的这种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要画重一点点啊 画重一点 不然的话这个葡萄的体积感 就有点难出来啊 老师历史零分啊 你们不知道呀 一芬老师那时候高三的时候 我从高二就开始去学画画了啊 我是高三的下个学期 还有两三个月快高考的时候 我会去学文化的 所以我还能说是几个来 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啊 特别是过了这么多年 我还记得几个啊 哈哈哈哈 谁说你们画不了的 这个很正常啊 如果画大一点会画小一点会快一些 因为以前就有同学给老师反应过 想听一下艺术家的一些故事啊 所以的话我们今天的画 因为刚好画这个嘛 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多要剪的支点 已经给你们剪过了啊 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跟着老师一起来画 如果是有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剪一下这种艺术家啊 因为最近老师在备考嘛 所以我也基本上对于一些艺术家呀 也还是比较的了解了一点点啊 以前我了解过它们 但是忘记了时间太久啊 经不起岁月的时迪啊 对我这个蓝色葡萄 这个蓝色葡萄吗 再有粉红吗 可以啊 你看像这种地方的话啊 这种地方确实在个高光的周围的 这个地方它确实有点红色啊 我现在还能我们这三八同学啊 你是眼光越来越独了 你们有没有 同学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的眼光提升上来了 有感觉到了吗 你们的眼光提升到了啊 其他同学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李飞老师如果哪个地方画的有点点小 不好的地方 就是小小缺点呀 我们很多同学可能现在能看出来了 是不是 你其他同学能不能看出来 以前我记得的话 我发任何东西你们都觉得好胖 现在好像你们已经变了 现在我们同学们已经变了 爱狗子已经变了 其他同学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就是我们三八同学呀 其他同学有没有 有的话给老师刷个一呀 因为其实你们画到离地的程度 而且你每天请老师来检课呀 怎么找颜色呀 其实这样的话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的一个审美能力已经提升了啊 审美能力提升了 以后的话你们就会面临到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就这里有没有同学说老师 我感觉我画得好丑呀 有没有要这么感觉 就是你们感觉 就是老师 我感觉我这画面要这么画 但是我的手我就画不出来 我就感觉我的画面画得特别丑的 有没有 有这样的同学的话 给老师刷个一 这个的话就是属于绘画里面的一个阶段 就是属于一个眼高手低 眼睛就看到 就是稍微 你的审美就提高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但是你审美提高的前景下面 你的手的力量没有上来 你这种手的这种技法 以及这种灵活性 你就没有上来哈 没有信心呀 有什么没有信心呢 我们的 呃 希希同学 希希你跟我的同事的名字信念的 不用怕啊 你们就用这一期的话 嗯 同学们你这一期 你如果是跟不到 你想要的这种情况的话 你再跟一期嘛 因为绘画本来就是时间 慢慢的磨出来的 不是说真的是能让你竖成的啊 竖成也是局部的啊 我们这边同学都有这种感受 是不是 那同学们想不想说 嗯 想不想就是能够把你手上面的功夫提上去 想不想 因为眼界提高以后肯定就是手了呀 其实你们有个情况就是如果是你的眼界提高了哈 我告诉你们哈 眼界提高了的话意味着你马上你的手也会上去了 因为你在画你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各种不满意各种缺点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就会去找一些技法 就是怎么说把我的画面给提到我眼睛觉得满意的这种程度啊 说这个的话就是你们要进步的一个前提了 显呀 好 显的话老师告诉你们多念啊 多念 所以的话我已经给你们选好了图 让你们第一个让你们去离魔啊 因为我走 我不上课的这两个多星期的话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张写生的作业 一张写生的作业 两张宁目的作业啊 也不是很多 就是一个星期一张左右吧 而且我们这里可能有些同学以前的作业没有画完 是不是 以前的作业没有画完 所以你们趁到的把以前的作业该做的给做完 这样的话你们的手上功夫 对于你们的眼界来说应该是基本上是平等了啊 已经等横了啊 所以以后的话还会再一次的提高 好 明能看到你说话呀 能看你说话怎么办 好 等了好几次了 这里的话 如果你们下一次任何课程上面的问题的话 你直接去找威权老师啊 直接去找威权老师 因为你们找一位老师没有用啊 首先我不了解这个坦着过坦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其次的话老师要上课是不是 所以我不可能说一直去看我们的群里面的消息啊 所有同学们记住了你们一定去找威权老师啊 嗯好吗 好我们先把这个葡萄 它该有的这种冷色 这种偏这种浅浅的蓝色给它戴一下 戴完这个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这种葡萄的话 我觉得一份老师给你们说 给你们画 给 呃 与给你们不不着 你们画 我觉得没有什么连验了 基本上我们前面脸次来上课的同学啊 哪些来上课了的 来上课的同学 基本上这些东西啊 都是个小问题了 没有什么问题 好 换完这个颜色以后 用我们的粉红色 粉红色来处理到画面 这种鲜对来说粉粉的感觉的 这个地方 另外的话 如果有的同学 觉得我们上课慢了 觉得我们上课慢的同学啊 因为有的同学 可能以前是有一定基础的 是不是 你可以选择 就是说怎么样来选择老师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课程啊 如果是你选择 就是感觉这个时间太太浪费了的话 你可以这节课的话 你就可以完成作业 好吗 这个的话也可以 或者说你可以把8期或9期的这种录播 因为每一期的话 我是有些东西是画的一样的 有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把不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再去画一下 再去巩固一下 这也可以啊 不过我基本上 我建议你们是还是跟着老师来啊 因为基础的话 你们确实也 嗯 说好 有同学好一点 也还可以了 但基本上没有说哪个同学特别特别好的啊 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来走 另外的话 你们的作业就经常给老师看了啊 好吗 好 把这个团队的光线啊 这种光光光影光新生带一下 另外的话 如果同学们确实想听课的啊 你们如果老师就是我没来上课这几天的话啊 你如果确确实想听课的同学啊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同学啊 就确确实实实这几天想听课的同学 那你可以去让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宇轩老师或者卫权老师让他给你开通 11期的学习全线 虽然11期的话 试诗老师大 说诗老师肯定跟一辉老师就是有一些不同嘛 所以你们可以多学一些词典 怎么感觉老师画的不像照片呀 不是特别像啊 我画的没有跟他画的很像 就第一个 第二个有点色差啊 我记得有我们有一位同学啊 我们十年堂来课堂了吗 有有一位同学直接跟我说 老师你选的素材太丑了 所以我选的这个素材太丑了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吧 对他句话 觉得太丑了 句话的有没有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觉得素材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老师教你们支点的话 其实无论以什么素材来表达 其实都差不多啊 只是说只是两条学好 对那你把作业补上呀 你们如果是前面还有作业没有补上了 因为我会布一些课后的作业 那你们先选择把以前没有完成 作业先完成哈 你再去完成我额外布置的课外作业好吗 我们还有几节课 我们还有七节课 七八节课 我们还有一个红烧肉 还有个肉啊 还有个肉菜 还有个多肉 不是 还有个食物 还有个多肉 还有一个 花卉 好 慢的话 这一颗葡萄的话 它是比较重的 等一下我们直接用重色给它压重啊 我现在所拿的笔的话 如果你们还有哪个是不了解的 你就问老师 那帮助了你啊 你以后的话你会瘦下来的 如果你们有了 有什么东西不想吃 你可以提前告知一下伊菲老师啊 我满足一下你们 差不多还有三幅画啊 老师你要干什么去啊 我要去 体验生活 好 这个颜色偏紫色会多一点点 好 所以红色就不快太重了 这葡萄通透感第一个嘛 就是光影关系啊 你看一个物体它是不是这种通透 那就是看光影啊 所以你们要注意每一个葡萄 如果是它是属于这种特殊位置了 你看比如说那这一颗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光在这里啊 所以你要把这种光线画出来呀 该牛的光线 以及它的投影 这个色块 你就要画出来 这样的话 它才会有这种通透的感觉啊 因为这边为什么通通性高一些呢 因为这边的话 这种光影是明显一些啊 慢慢的下面的话 它就虚掉了啊 下面没光了嘛 是这样的 还有你看画这种地方的话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很 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啊 就光影关系嘛 这第一个是光影 第二个跟你的线条 还是有些联系的 就线条相对来说 你画的时候 就不要画得太粗糙了啊 势力为主 势力为主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 怎么说 这个绘画的话 你们可能还没有学 学风景啊 其实如果是学风景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绘画它不是只是按照我们这么 慢慢的磨啊 其实绘画有种风格是 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快速一点的 比较快速一点的啊 就是一个画面 它不会像我这样 给你们来就这种小细节 它只是一下子把整个画面 这种大色块给画出来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 它也是一个绘画的方 这种不同的技法嘛 我觉得也挺好 你们的话以后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你们示范一下 今天上面的内容是什么 把这个葡萄放完 第一个 第二个 把叶子放完 第三个 点停作业 第四个 给你们布置作业 你还停着上上节呀 哎 你们觉得一周年节课可以吗 他就说觉得一周三节课好一些 好 这个地方的话 红色多一点 我们这个粉红色画多一点点 快就请个假 你请个假 你请 那你们快点 要给我记得 好像下一期的话 十二期啊 不知道现在十三 十一期的话 是一周年节课 还是一节课 还是年三节课吧 反正是以后的话 基础班的话 可能会调到一周三节课啊 你看我们画浅色的时候 我们稍微可以把这个 这种 这种形状 重色的形状 稍微戴一下 画一颗葡萄要半个小时 嗯 半个小时的话 不要吧 你看这里的话 他也是有个观影的啊 说日观影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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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鸡蛋化的越来越不限了 你们鸡蛋化的都还挺好的啊 嗯 大关系看你们的鸡蛋都还可以 但是细节还确实缺了一点啊 细节还是少了一点 细节的话主要是淡黄的啊 淡黄跟这个淡白的细节为主 主要是淡白为主吧 长周的话如果下一次再升级不升呗 如果下一次再升级不升呗 我想问一下你们画葡萄是不是在画画 他都认识画画呀 哪有什么浪费时间的 浪费时间就是你不画的时候 那就是浪费时间啊 你只要在画画什么东西 画个草 他都是在画啊 这个搞清楚了啊 你又不会画他 其实你们现在的话 不是说画作品的时期 你们是练习的时期 说练习的话 基本上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画什么都是这样的 你们想一下伊菲老师那时候 你知道我怎么画的吗 每天起床就是画人线 画素描人线 画镜物 画那种水啊水粉呢 就是水粉 水粉的淋膜一画 连续连几个月都是这样画 那我不是溺死了 是不是 但是练习的话 就是这样练的啊 给你有没有就是 这个的话绝对不浪费时间 不过如果你是不画的话 那就是如果不画 又不干其他事情的话 那确实就浪费时间啊 好了 你看这个地方能画这种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你看每颗葡萄的一个啊 它有一个这种交叠压处 这个叠压处的话 它如果是下面的葡萄 一般会有一个投影的颜色 所以下面的葡萄 它会在靠近的这么一点的 这么一点点的地方 这个颜色是变得比较重啊 因为这是一个投影 而且也把不同的葡萄 给它拉开了啊 这里的朋友们注意一下 如果谈这个课堂的话 你们的网实在是太卡了 带不起来的话啊 以后升级你就不升了嘛 你就不升级了嘛 不升级可不可以进来课堂 你就不要更新了 就不要更新了 如果是你们以前可以正常的上课的话 就不更新了啊 对老师画的好快 又要给你们赶时间呀 诶 其实我们掌握了方法 它每一个葡萄都是这样画的 没有什么差别 你看把那个叠压光系给叠压出来 小绿的话我们就留出来啊 那绿色葡萄就留出来 不如同一位它的白天 在这里有点印象 不过伤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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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透过伤感觉 这种感觉 这点呢 黑度的 抗争 乖 你知道吗 可能 那我们带等等 就能自己随处 这个打底的颜色是一样的啊 都是像一个冷色 这是这种浅红色 这种粉红 再根据每一个铺了不同的这种重色的形状 我们去压一下这种重色 我们这个空间也没有画这个画的想吐的 所以我们是一个整齐这种重色的形状 我们在这个画面上是一个一定形状 有是吧 唉 如果你要吐的话 你就吃不了这么好吃的葡萄了 好 这个葡萄的话颜色是比较重的 另外的话这种光你要注意啊 这种光你要注意 如果这个葡萄我不上课 不给你们边上边剪 先做前面课的话的话 我估计六个小时吧 或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应该可以了 三四个小时我就可以画得很深入了 好了 现在拿出我们这一只桃红啊 那你就重新进嘛 重新进行不行 好 进 既然你们家网是什么网呀 怎么这么卡 要不既然以后的话 你开一个这种呃 这种流量包 网上用流量听课好吗 虽然说贵了一点点啊 但是应该听节课也只要五块钱 一个机了 有啊 五个机啊 还是 就五块钱有有五个机还是什么的 你就上课那一天 你就开个这种流量包嘛 我们这里应该是有同学看流量包听课的啊 就委屈你们开个流量包算了 就是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版本 也不可能说再回去 特别更新了的同学啊 就是也没办法了 以后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的网承担不起这么高 这么高版本的这个唐州课的 你就不要再更新了啊 不要再更新了 除非你上不了课了 你再更新 好 现在的话 用到这个桃红的颜色 就是把这些葡萄牙 它的一个这种色块的煎便给它带一下 对 你天哪 这么便宜啊 一百元把它这么多鸡啊 你们如果有同学听不了课的话 就用这个方法啊 这个颜色比较重 其实它还偏移很重的这种冷色 这种紫色 我现在的话我先不管它 因为我觉得这种葡萄的话 我没有必要说一个月去换 而且我也没有就是说很 把这个葡萄换得跟原土一模一样 它是有一点点颜色 或者说有一点形体的一个微 比较细微的一个区别 好 谢谢 嗯 差不多要停课两周多一点点啊 两周放 两周啊 放左右 因为我们下节课是 呃 下节课的话是提名节嘛 提名节要放这儿 说说我的话应该就会 如果你们很空虚 寂寞冷的话 你可以找一位老师来聊天啊 把你们的问题微信发给我啊 一定要记得啊 老师请假的这种时间 记得作业全部发微信 好吗 记得吗 作业全部发微信 不要发QQ啊 因为QQ的话我的信息量太多了 一下手机就炸掉了啊 所以你们发微信 微信就没有那么多 哎呀 我刚好趁着老师放啊 我请假的这几天的话 你们的作业还是很可光的啊 不要觉得老师请假了 你们就感觉就松懈了啊 这是不可能的 照样给你们的布置 作业一定要去画 因为画完这些作业 我带 这些作业我再回来教你们的话 你们会发现 哎呀 老师呀 我感觉我画得好好了呀 是吧 我也觉得 所以你们要加油啊 该有的作业一定完成了 如果你们发微信没有看到的话 如果同学们 你们不嫌弃啊 你可以给我发个语音 发个 哦 不是语音 发个视频哈 发个这种语音视频 语音 语音视频的话 手机肯定会震的嘛 是不是 我就应该没问题啊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物品 你干什么呢 又上课又说其他的 上课不认真 那是读我出意见 要不我把号码给你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好吗 如果我不回你们的 如果是我长时间不看到你们的作业 没给你们点评 你就打电话给我 天哪 可以吗 你们如果有这种需要的同学 可以私聊我 我把电话号码都给你们 你们自己如果是 如果我没给你们点评作业的话 你们就打电话给我 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地方葡萄的话 它都是这种比较鼓出来 这个地方颜色比较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葡萄本身 它就有成酸的 这种雾气的感觉 而且很多葡萄 这种长在长 就是有不小心 有些虫子呀 或者人啊 不小心碰到它了 它肯定是最开始 碰到这种比较突出来的地方 所以把这种酸给擦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一个葡萄上面颜色 它会有身体的变化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那么多没回吧 可能有的是那样的情况 就是你们一下子发了很多脏 我就点评了最后那几子 前面的就感觉就以为是同样的过程 就会翻过去了 记得下面这个颜色一定要压 你们以后换任何的这种叠压 就一个物体 有栏梅呀 树梅呀 或者各种红类色 同系的一个物体的时候 它在一起 它绝对会有一个叠压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主要是靠这种颜色 这种轻重压 去给它表达出来 心碎了是吧 如果你们着急 打我电话好吗 好 把电话把它写了 你们以后就不怕一非老师跑路了 好了 如果你们以后的话 如果作业很着急 要那个什么的话 好 请打这个电话号码 13054151486 好了吗 可以吗 因为有的时候 确实可能是真的没看到 所以你们打这个电话 没空话是吧 好 你们亲密的都要回家记住吗 对 有吗 要的话 刷个1号 看一下 这个不知道是哪 那你们感觉没有什么时间 那如果都要回家记住的话 那基本上你们我也只请 就是等于我只给你们 一个多星期啊 两个星期的时间 不怕换 那作业我给你们补少一点吧 补少一点 好 这个地方偏冷色 偏紫色会多一点 哎 我都好多年没回家 记住了 从大学 从开始读大学以后 就没有什么时间 可能会 你们是必须要去吗 好 加点这种紫色 这种紫色 粉紫也可以 粉紫的话 它比较温和一点 紫色的话太紫了 有的时候 它可能掌控的不是很好 就那种粉紫的颜色 粉紫的颜色 就比较浅 而且颜色没那么紫啊 所以它还是比较好的 好 要积这么久 那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 我们 哎 因为我爷爷来的 我爷爷来的是非常健康的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记住的话 我是记我家的 就是我家的什么呀 我家的老爷爷 老奶奶 太爷爷太奶了 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427 这只 这只紫红子 红紫红子 用它稍微的把这个重色 因为这葡萄它那里 重出来是比较重的 其实这个葡萄 它有点偏这种 这种珠红啊 或者大红的颜色 等一下我们可以用珠红 大红去来加一下色 让它区分一下 跟下面的葡萄稍微有个区别 我想问一下你们啊 你们记住要爬山吗 要爬到这种山上面去记吗 还是说就在 就就 我们是 因为我们以前的话都在山上 就是 天哪 这个主要爬几公里 连车都上不了 你看 你看用一点这种 这种珠红 或者大红的颜色都可以啊 因为第一颗这个葡萄 它相对来说 这个红色 偏这种暖红色 这种比较火的红色 所以有同事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以前山上面也会有那种杜 杜鹃花 它种杜鹃花是可以吃的 我记得很清楚 我小的时候就是 记住的话 边往上跑啊 一般是往上的时候特别累 就会边去摘这种花 这种红色的花 买红色的花 就边吃边走 后面我才知道 那个照 照什么 以前我们那边叫印山红啊 后面我才知道它 其实叫杜鹃 好 帽的话 这个葡萄它是颜色是比较偏这种 这种比较火的红色 对 只有杂草了就花呀 那你们那地方太柔了好吗 我们那都有花的 对 那等着印山红啊 酸酸甜甜的 哎 那都是小时候了 好 这个地方的颜色比较重啊 大笔一刷 而且像里面的话是偏冷一点的啊 里面这个地方偏冷一点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给它更冷色 加上这种蓝色啊 这比较重的蓝色胡蓝呀 偏弄紫色的蓝色啊 也可以 另外的话 我这给你同学们说 如果你们这个蓝色没有 也不一定用它 你只要偏弄紫色的蓝色 这个去画就可以了哈 因为这个颜色还是人为主观性的啊 说它也不是说固定的一定要用这个颜色 因为我那天的话 我知道就是 呃 不是我们 这是一个打打主意吗 以前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就是蒙娜丽莎突然长 长胡须了 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 你们有看过这种画吗 就蒙娜丽莎长 长胡子了 胡须了 还有就是那个很火的那个 蒙露 蒙露的话 就各种不同的颜色的蒙露 对 其实它就是艺术里面的这种打打主意啊 就是一种艺术的牛派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能真的不能称为艺术啊 但是 那个时代就刚好把这种东西定位为一种新的牛派 就把前人的这种作品呀 就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就是成为了牛派啊 所以我觉得 有点像 看过是吧 好了 这个葡萄啊 OK啊 再稍微虚一下 这也要稍微重一点点 对啊 你们有没有喜欢的画家 你们有没有喜欢的画家 不管是中国的画家还是国外的 对 葡萄的刷啊 这个刷的话 首先如果你能留白就留白 留不了白色 那你就是像老星呀 用一只油性的这种白色去叠压上去 这里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变粉 就会出这种质感来 我给你们推荐一个作家 不是一个画家 就是蒙克的 挪威的蒙克 我的毕业论文我也是写的它 它的画超级有感觉啊 建议你们去看一下 如果同学们啊 你们就是对这种艺术家不是很了解的话啊 怎么说呢 我们本着就是要了解会话的这种前景下面啊 建议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种 网上搜一下 这种不同个性的 什么像 你看你喜欢什么主义吧 还有浪漫主义 有古典主义 有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未来主义 还有这种很多这种主义啊 还有这种达短牛派 小 红狼小画家 这可能说的有点多啊 所以你们可以去网上看一下 你们喜欢哪种风格的这种 画 或者说中国的国画也可以啊 中国的有国画嘛 我们的水 我们的这种 国画也可以的啊 也挺好的 好 你要很饱了 去了是吧 好了你去吧 好 这个颜色是很重的啊 我们还是有来自说重的颜色 偏重啊 我们的435号色 435号色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 看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颜色 紫色吧应该是 435 435是什么颜色呢 哦 青年是吧 这是青年哈 因为青年的颜色比较重 我们稍微把这个地方 这种偏重 紫红的很重的这种紫红加一下 好的啊 我有空我就看一下 这么大了还要有人哄 你以为都是你好吗 真的是 人家小朋友不哄怎么睡觉呀 是吧 人家背变这么小 啊 这地方的话 他偏那种 也偏点那种红色啊 所以我把它夹重一点 哈哈哈哈 人家才六个月好吗 天呐 靳言你好意思 好 你看这个葡萄有些这种纹路啊 这种纹路说有点像裂开的那种纹路 所以我们画实话 可以留一点点线在这里啊 色彩燕里的暗淡无光 如果你的暗淡无光 是你的颜色稍微用多了 稍微你的颜色用多了 就是说叠多了 其实一种颜色啊 你你首先 我们在叠色的时候有个概念 我给朋友们说一下啊 就是说颜色它有个配比 有个配比 就是你在画这个颜色的时候啊 这个区域的话 它偏重紫红紫红的颜色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确定它是 到底是偏红为主还是偏紫为主啊 紫色为主啊 所以我们在绘画的时候 我们在画绘画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有这种配比给找出来 比如说它偏红为主 那我们的紫色它就是一点点 它就是一点点 懂了吗 就是一点点你千万不能画多了 如果是偏红为主啊 偏红为主的话 我们就是红色就是大多数的 紫色就是一点点 所以把这种配比搞清楚啊 不然的话你们 如果是在绘画叠色的时候 总是用一比一的这种比例去上色 那你什么方面你都会画脏的啊 都会暗淡无光的 好吗 这个就是一个配比啊 所以我们在绘画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颜色不是主要的色彩 就不会粘了 就不会粘了 人家还是六个月好吗 六个月啊 你现在六个月 连走路还走不了 走路都要一岁走好吗 顺利啊 你还是个baby 我们学完这个水果的话 我们就该学多肉跟花卉了啊 还有一些稍微复杂的食物 好吗 这个颜色稍微啊 重一点啊 因为它是一个被擦掉了白霜的感觉 啊 我说什么呀 我刚才说什么了呀 我忘记了啊 我说他 我说这个小朋友是个baby 还是个小孩子 不过你家六个月确实感觉蛮大的啊 不是颜色啊颜色啊 颜色是吧 颜色它是有个配比的 就比如说我们画这个葡萄 你要看重了这个颜色 它是红葡萄还是紫葡萄啊 如果是红葡萄的话 你在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啊 它的如果是红葡萄的话 它这个紫色或者是这个蓝色 它只上它只在我们画面的一点点 只在我们画的一点点 它主要是以这个红色为主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如果是你这种1比1的这种紫色 加这种红色 那你的画面肯定是有问题了啊 所以这个你们注意一下 是这样子的啊 你看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光线的那种光斑啊 这种光斑 所以颜色也比较练 让我们留念一点 水果还有解课了 水果马上就解课了 水果换完这个葡萄 我们就没有水果课了 基础课就是水果这种最基础的 这种简单的几个问题 我们就解课了啊 以后我们就会画稍微复材一点东西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注意一下 我放这个葡萄的话怎么说呢 还是这个笔的话会有点影响 我感觉啊 这个笔还是会有点影响的 所以你们的话 如果是基础上面支持的话 老师建议你们啊 这是画文基础吧 买一盒稍微好一点的油性才行 如果觉得还是有 技术基础上面不是特别好的的话 没关系啊 什么笔都可以用 只是说它会有些难度 就在叠色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的 对啊 你这么一时候试试 你带两个小朋友 你还有谁要画画 如果是你们觉得想买个油性的 但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马可的还可以啊 马可的还可以 但是它不是很好 我跟你们说 如果你们觉得基础上面可以的话 还比较好的话 你们可以买一个盒 就是拼一码 我觉得拼一码的话 还不错 还不错 别还还一个 一只的话 好像也只要三块成手 如果你们喜欢画近物的最多的话 不是画人物最多的话 那你们买绿灰的 它会更贵一点 但是它的话确实好 另外的话还有一根采签叫日本的三宁啊 是日本的啊 三宁的也可以啊 三宁跟那个是楼的也可以 是这楼的话是就采签的笔主 采签的发现 这是施德楼发明的 坏人物的话 对坏人物的话 一般一百多色吧 一百多色多 颜色多一点好一些 请用一下 好 把这个葡萄的形稍微调一下 换人物的话 一百三十爱色 一百五都可以 肯定码的话 你们可以去亚马逊买 据说亚马逊的话 还比较好一点吧 或者说你们实在是那个什么的话 你可以去写鱼上面去看一下二手的 把这个颜色换重一点啊 这个酸没处理好 它有点就是有点这种造点的感觉 其实四百多块还可以了 你看四百多一百三十爱之类 一只的话就三块多一点点啊 好 把正点刻偏一点这种 这种猪红啊 或者说橘红啊 如果你们有经纪朋友在国外代购的 你可以试着看这个 嗯 厄城可别代购回来 看能不能便宜点 好 那如果能够代购是真的的话 这你们代购去了啊 因为淘宝的你们应该知道 也是半真半假的 你反正都要出那么多钱 四百多块钱 那你还必须说 再多出几十块钱买个正的啊 买个真的 但自己觉得是真实的牌子 好 这两颗葡萄有点偏做黄黄的颜色啊 加点黄色 真心好贵啊 这个还好啦 你你如果买到绿灰 你能多少钱吗 绿灰的话 六十四好像要一千啊 还是八百多还是一千吧 以前是卖一千的 后面绿灰这个价格 拼很非常快速的 往下面借下去了啊 现在的话 一百二十四 绿灰的话 应该要一千三左右 听见吗 孩子你要相信淘宝的话 不说很少假货 总是会出假货的 好 我们这时候用白色啊 这地方的话 稍微快粽 我们有点白色调一下 平地码就是笔杆质差呀 支援不好 平地码的话 如果你们买到的时候 发现你的笔一削就断了啊 还是正常的 它本来就是一削就断 就是我们的支援 但是它 它的笔的话 那么笔芯叠色还挺好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买的原因 好了 用白色的话 相当于一个混合剂啊 也另外一个方面 就相当于一个白色的颜料 把这种重的颜色 如果是画重的这种颜色 我们可以通过叠加白色 让它稍微这个颜色 再浅一点点 也同样的 可以把这种噪点去融在里面 这种噪点可以融少一些啊 对呀 这个噪 对这个葡萄 我确实是坏了 有点两个线区分开的 等下要融一下啊 等下给它融 融进去一点点 进入壓力 breakout 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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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稍微把这个红色往紫色过渡一下 你看连走颜色的过渡的话 我们只需要用其中的一种颜色 全面的去涂一下 全面的去添加这个色彩 这样的话 它就会让这个颜色粘系的更紧密一点的 就让它更紧密一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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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么多的 辣味 好 辣味 吃 味 吃 最 hidden 没有 这一双葡萄的话经过老师的稍微来说还是比较快 没有像前面那样给你一个一个给你来剪 就画的快一点主要是把它给示范出来了 好 这种形的话不然里面的那种细节形戴一下 好 这种形戴一下 好 在这种形戴起来 好 不会不会太快 来说要何分之们就要 Asia 好 お疙瘩 好 Hag 这种形戴一下 好本帮 我会想像在 stations上 好 这种形戴一下 谢谢 我会想像这种形戴一下 我喜欢像这种形戴 这种形戴一下 我就会让你吃了 好 这种形戴一下 起那的形戴一下 好 我就会让你吃过 如果白色没有的话 你们买三菱的白色 三菱的白色比较便宜 只要两三块一只 效果也还可以 因为我现在的话 因为公司不买工具 我自买的白色 就是买的这个三菱的 这样可以用 好了 这个葡萄的话 我就快速的 把这个大的四块给画完吧 这个还不是 有没有觉得一间一位老师 感觉开挂一样的 对 太贵了 当然知道那么贵 你们就不要买了 太贵了 我反正今天老师先开挂一样了 以前的话我们这一半我们画两节课 一节半应该是 不是两 不是两节课是一节半课 那我们今天画这个一半葡萄 我们就只画了一半节课 好了 我们要不要休息几分钟 要不要休息几分钟啊 同学们 好了 我们就休息五分钟啊 我们就剩几点钟了 看一下 现在的话已经到了九点过九点一时了 一时 我们就九点一时五上课啊 好 有人加我好久啊 我同意一下 要洗澡了 你五分钟能洗完吗 应该可以吧 现在的话都是夏天了啊 夏天五分钟是没问题的 你们看有什么问题啊 赶快问老师 我再肯说没有 我怎么明天开始看 因为今天一来就点凭了一个下午的作业 就一直在点凭作业 呃 还干其他的事情 估计没那么快啊 我准备明天开始来进行十天为期 我们是十四号嘛 十五号嘛 我为期十二天的突击训练 看能不能走个狗形 看能不能走个狗形啊 走不了的话再说吧 明天再说一个 哎 好 对我们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喜欢那个叫 减减净减减净减净减净的明星啊 有啊 有啊 我就在他他自说他是呃就是我们那个线就是我们旁边一个县城的嘛 我就在他微博上面我就评论了一句哎呀我也是啊 会不会莫名其妙我这里我那条评论就莫名其妙很多人来赞我 哎呦哎呦真的是吗 尴尬了 对 我在这里啊随便们啊 嗯 嗯 老师一颗葡萄里面有什么颜色呀 怎么知道该用马蹄这种颜色是吧 看不出来是吧 其实这个颜色的话 第一个你要看嘛 比如说你看我们以这颗葡萄为例子 很明显里面你就会发现它带有点蓝色 是不是 应该可以看出来吧 带有点粉色 因为红色加蓝色在一起会偏点粉纸的感觉 后面我们发现好像蓝色它太浅了 我们就再用一只重点的蓝色去加重一点点 还有这个红色也试验的 感觉这个红色我再怎么画 再怎么画 我也画不出像老师这么红的颜色 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就很简单了呀 我们就再用一只比较重的红色去在这个画面里面 在圆图上面去叠加 把这里需要的颜色我们再去画重一点 OK了啊就这么简单啊 嗯啊对你这么一说那个北极星还点赞了嘞 因为我不是有一天我不是发了个北极星的那个照片吗 不是画了它吗 后面我去爱特了它它居然给我点赞了 点赞完了以后 那条微博就成了它的新鲜呢 它叫什么 就有很多人点赞 没有火啊没有火 我的微博粉丝很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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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说话 我叫口水 嗯还好吧 现在大部分人应该用那个头条吧 头条应该用的多一点啊 所以我头条也有账号的 预回了白色比你买的好吗 嗯差不多吧 我只能是这么跟你们说绿灰的这个白色呀 它是比较硬的 但是拼你买的这个白色它是比较软的 所以软白比较软的白色 它是更容易说去把这个东西给覆盖的 因为白色的作用就是覆盖颜色的 所以应该是拼你买的白色要好用些 但是拼你买的颜色有个bug 就是说如果你一画重了 它就断了一断 那如果是你买当只那我建议你买绿灰 因为绿灰的质量 性价比要高很多啊 那你去买绿灰吧 如果是那个拼你码的白色要十块一只 十多块一只那你就不要买了啊 太划不来了 想搞事情啊 那个白色 好了啊 我们就开始了啊 时间到了吗 我们开始了 好 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它后面有几颗小葡萄啊 有几个小葡萄 而且是不同颜色的 所以我们稍微把这个几个小葡萄 后面这颗的话 可以用到这种土黄啊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暗部的颜色比较重 所以我们要压下去 感觉这样压的还是不够重啊 加点紫色 你感觉起来不重 你感觉起来就很重了啊 这个问题的话是你不敢画啊 以前我也是给你研的 如果是你在不画的时候 你感觉你自的画面 就是说画的重了 但是你实际上 你就看一下 你觉得不重的 怎么办呢 你就要不停的给自习 你暗示 就是哎呀 还不够重 画画画画 拼命的画啊 你后面多画几次的话 你就会慢慢的 对这种重的 程度啊 它有个新的认识啊 就不会出现你 感觉很重 但实际上又没画这么这种情况 所以你要多画 好 这个黄色里面啊 加点紫色 加点粉紫色 因为它是属于后面的一个葡萄 说我们要压下去了 颜色要重一点 如果你们都设的话 就要对一份老师的处啊 去做啊 你或者说你可以画一下 你可以等一下 就等一天 你再去看这个颜色 你感觉到这个颜色的话 如果是没有重下去的话 你再画重一点嘛 下一次的话 你就不停的给置一个二式 就是这个颜色没有画重 你要画重一点 用力了 笔又会断 你们那笔也太容易断了吧 你们那笔太容易断了吧 怎么用笔的呀 我用笔我觉得还是比较用力的啊 也没有那么多的夸张呀 噪点是没关系的 同学啊 噪点是很难避免的 如果你们想避免噪点 我教你们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这种白色 就混一下这个颜色 因为白色是作为一个调色的感觉 可以就混一下的 但是一般噪点 我个人感觉是很难避免的 如果你确实想把噪点避免的一丝不够 那你用这种非常光滑的纸去画 这种非常光滑的纸的话 它就是会让你的这个白色稍微的感觉起来 就是你的噪点稍微感觉起来 它就会好一点点 如果是我们同学们的话 你们有这种水彩工具啊 或马克笔的话 你可以上底色的时候用马克笔啊 晒成平涂成颜色 这样的话 就是你的噪点也会少一些 因为它本身下面有个颜色了嘛 看不出来你的噪点又到底有多少 其实不会少 只是说盖住了一点点 以后的话 如果我们的素材 就是能够让我们用马克笔打底色 老师就找你们用马克笔打底色了 好不好 我就找你们用马克笔打底色来画 如果我们的素材就是可以拉音做的话 我就找你们用马克笔打底色 但是这个的话你们又没马克笔啊 也很尴尬 也很尴尬呀 因为买一套马克笔挺贵的啊 算了吧 就那么几个同学有马克笔 就不是全部都有 因为马克笔确实 它的少啊 我觉得马克笔的话 你们还不许去买一套水彩颜料 水彩颜料 水彩的颜料的话 好忙一些啊 加点粉红 加点橘红吧 天哪 你再会不找老师喜欢的告诉你啊 而这个地方的话 它也是这个酸被打掉了 所以稍微用点这种橘黄的颜色 你这会失去我的孩子 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这种小小的这种 这种梗啊 这种枝杠啊 这种葡萄枝 所以的话把这个带一下 哎呀我天哪 看都看不起呢 你们都这样说了 我还好意思唱吗 看我的脸皮是有多厚啊 好了 这里面是有个小小的葡萄枝啊 所以我给它带一下 葡萄枝上面是有些斑点的 我现在用的是这一支深绿的颜色啊 轻绿的颜色 轻绿色 类似轻绿的这种色彩啊 加点点黄绿质里面 我们这里有同学唱歌唱的好听的吗 就自认为这是麦爸的那种有没有 有的话你们如果想唱一首的话没关系啊 我等一下把这个麦是不是可以把你们就是让你们去唱首歌 我们可以听到的好像有这个功能啊 以前从来没用过啊 今天为了你们就用一下试一下 你真要唱吗 我们禁言还有我们的问题 我看看有没有这个功能啊 好多麦爸是吧 有没有这个功能呀 把你们弄上台的有没有 还是没有啊 很遗憾的告诉你们以前是有这个功能的是吧 我记得以前是可以把学员就是让你们讲话的 让你们上麦的 那现在好像没有了哈 这个功能没有了 所以你如果不建议的话等我们毕业的时候 我们在群视频毕业吧 就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来放心的大档一起 这个绿色会重一点因为它是属于暗谱 所以我们用最重的这种橄榄绿啊 或者这种翠绿啊 用黑衣机就可以了应该 这里的话我们稍微一点翠绿的颜色 其实不用那么狠 就是你们在规划的时候没有必要的时候一定的一飞老师这种颜色去搭配 你们可以看这圆主的颜色在结合你字的彩线 或者说因为这里所有的绿色它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的啊 不是说只有老师这个是正确的都可以用 你们在画的时候只要说用这个颜色去画 把这种体积关系画出来就OK了啊 因为如果是一味的让你们跟老师用一样的颜色 我觉得不好 不好这样的话你们自己就不会主动的用些颜色 以后的话你在画的时候就是总是说 自己还没有那个找不准这个颜色 因为你缺少训练也找不准啊 所以你们有的色彩呀 就是因为刚好我们的这个屏幕也有点色差 所以你们也可以主观人为的去找些色彩啊 没有必要给我用的一样的 但是你们如果是可以参照一下老师的啊 多参照我的 自己再去拿下自己看着的颜色 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每个同学的作业的话 颜色都会有些差别啊 都没关系的 我也不是看颜色来给你们点评的啊 好吗 这样的话就好一些啊 对你们来学习来说 好了 这里的话有些小疙瘩 会有些小疙瘩啊 叶子会有些小疙瘩 估计是这个叶片掉落了 阿卖有什么用啊 阿卖的话你可以想唱就唱呀 唱的唱的散念啊 好了这里的话有几个就是往后面的小葡萄啊 那只是一个颜色我们为了表示一下后面有几颗小葡萄我们画点色彩在这里 你看后面就是一个颜色一个色块啊 没有说我们要给它画什么体积都不需要这个颜色 下面还有一颗小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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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好像的话 基本上我们这个葡萄的颜色就已经啊 OK了 基本上就已经OK了 可以吗 可以吗 刚才我为什么呢 我忘记了 我不知道 很大 没有问什么 我说这后面的颜色就可以了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来画这个叶子 这几片残留的叶子 这几片叶子怎么去画的 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这几片叶子的话 我们缩小块 它主要是我鼠标所指的这一片叶子是比较明确的 是不是 其他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人为的忽虐它是算的 就不画了 就人为的忽虐它 画这个叶子的话 我们是一个技法的 有的同学喜欢用鸭很明确鸭叶子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就喜欢用鸭很明确鸭这个小叶子的 这种叶脉的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如果你们的画面 这个叶片特别小 特别看不清啊 这种非常看不清的感觉 嗯 那你可以这样去画 你可以这样去画也可以啊 那如果你的画面 像我们之前所画的 它的叶片鲜印来说 还是比较宽的 比较大的 这样子的话 你这种燕麦呀 这种小的燕麦 你最好是能够流出来 流一下啊 因为流出来的燕麦的话 经我的经验告诉我 它是要比你职业压痕的 它是要有 有形的多 自然的很多啊 好 好 先把它的一个形确定好 确定好了以后 这个画面的颜色是比较单调的 比较单调 它没有很多色的天象 所以我们的话 就直接把这个 因为绿色的叶子的话 我的经验 告诉我的话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你在画绿色的叶子的时候 不要去搞这七七八八的东西 没有什么用 你只要这个颜色 是最倾向于这个叶子的脸种颜色 脸种居多 脸到三种左右啊 你直接用这脸种脸三种颜色 直接在绿色上面去进行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又透明的 类似于平图的一个过程 直接去平图啊 没有什么弄的 因为我自己也画了一些蛮多叶子的 蛮多这种感觉的 我就发现 这个叶子啊 其实没有你们显得复杂 就是它的一个色块 跟着它的一个形 你看这个 这种葡萄叶子的话 是比较的绿的 非常绿这个叶子啊 它也不是很嫩 它也没有偏太多的这种黄绿色 我现在是拿到一只 四六三号色 是我们的深绿色 忘了什么是平图吗 就是平图啊 如果这个叶子 它自己呈现出一种弧度的时候啊 这是它的另外一些特殊情况 就这个叶子 如果呈现出一些特殊的这种弧度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这个弧度稍微的 哎 你的用笔就跟着的弧度去坏了啊 如果没有你就平图 一样卖的话 你就牛出来啊 哎 同学们你们觉得我们的 我的圣头好不好呀 啊 你们觉得我的圣头好吗 不好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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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手机 就是说线素特别高清的 一拍出来跟食物一模一样的那种有没有 好 三平图 这个叶子的这种形的倾向的话啊 比错感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 它字的一个行走 隔壁有人叫图屏 灯的原因 不是我现在发现我 我的这个圣头啊 录的录播呀 天呐 我觉得字都显死了啊 太糊了 嗯 还有这个叶子里面的话 如果这个啊 这种最大的这一颗经络的话 它有牛白 如果是这里面有一些 这种少的这种少脉络的话 我们也可以稍微留白一点点 谢谢大家 感觉有点起伏 这个叶子它有点凹凸起伏 所以我们换颜色的时候 你如果是受光了这个地方的话 受光了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的画浅一点 对 所以说因为本身这个跟着 老师画是不现实的 老师不可能说 我让你们都跟上 那我觉得一节课 我们都要分四五节课去了 这太夸张了 所以说这个录播 就是已经很重要的事情了 就想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录播 录得更高清一点吧 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录播 应该比较高清 为什么都还是这样子的 好的 贝比你先休息吧 觉得挺好的是吧 那你觉得挺好的那就没关系了 好 你看先平补吧 带着这种形状啊 稍微给带一下 有蚊子了 刚才我被蚊子咬了 有蚊子咬了 好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先摆这种大色块 二四块画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个该重的颜色加重下去 我们可以稍微用重点的绿色 这种我们笔合里面最重的是五七号色 四五七的话是 这个什么颜色呢 蓝绿色这个颜色就 要蓝绿色所以用它去叠加画面 哎呀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感觉都走了呀 是不是点子作业了 这个蓝绿色在这个钱上面去压重了啊 没走是吧 没走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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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我们在画面就上面用到这种蓝绿色 来加中它 因为这个叶子的形式往后面虚掉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找太多细节 浪费时间 就算大的色块给它有就可以了 毕竟我们这一课所学的就是一个主次关系虚实关系 所以后面我们就学掉它 你们是不是眼神到40就走的习惯了呀 现在我现在发现一个情况 每到这个四五十左右的话 我们学院就起码都会少个四五位 这样子不好吧 至少有人在玩是吧 这让我深深的怀疑我的课是多么难以 难以承受住 都忍不住要走了 这里面的颜色尽可能的就是均匀一些 我的话有点不均匀 现在给面前涂一下 这下方怪的 大陡大疫情 您知道 您不知道 您知道 您会有请 您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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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瘦光面 其实呃 这个这个蓝绿色 我们就花点点就可以了 不要花多了 我觉得我这个黄绿应该不应该用黄绿的 应该用那个内绿的 黄绿还是太黄了啊 所以会画画让画面呈现出这种非常炼的感觉啊 这样的话就呃 让这个枝干的话就太明显了 所以你们的话用内绿去画不要用黄绿啊 这黄绿是个败笔 我想把它擦掉 擦一下 粘一下 它会随着往下面来 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 我把这个颜色也淡一点点 你看这叶子里面 还是有一些鼓起来的 凹呼起伏的 如果你们有心思去画的话 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去画一下的 就像我们画荷包蛋那样的 如果不想画的话 你剩一颗老三大笔一刷 就结束了 我画一本就像你画一本 就像我一样的 我画一本就像你画一本都可以画一本 一本就像我一样的 然后呢 就是一本就像我一样的 好 是我赏退了 不是卡死了 是我赏退出去了 死我赏退了 你看我们有些同学趁着老师赏退马上就跑了啊 我们有些同学趁着一分老师赏退马上就趁着机会就跑了 他可能想一下啊 这样走的话老师肯定会发现的 他说 他说一分老师赏退 所以我就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我就跑了 有点像我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也是赞干的啊 趁着人群混乱我们就跑掉了 是吧 是不是赞干了 你看我们这里就是刚才有50位 现在就只有48位了 肯定有两位同学就赞干就跑掉了 好了啊 这个颜色可以再重一点点 虚掉它虚掉它好了 我开了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的话 因为我画的时候它不是那么能练的啊 说它先对来说比你们的这种叶子它会生动一点 哎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叶子没有画出弧度来了 因为我用的笔触感是用错了方线 所以让它鼓起来了 应该往这边伸一点嘛 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一飞老师这幅画我就觉得 说画的不好也还可以了 就是一般一般的就给你们做完示范了 人线帮动物帮啊 这个我不知道啊 这个我不知道 你们要根据你们的上课老师的给你们的安排 才知道你们就是人物帮动物帮是怎么去画的 好点去盘听一下是吗 如果你想去盘听的话 你就跟呃我们的卫程老师讲啊 你就说你要想去盘听一下 你就是坐个顺风车感受一下 我签名签哪呗 我签名签哪呗 啊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人物班呀 你们只要就是这个 现在基础班结班以后 如果你们特别可 特别特别渴望想去人物班的话 那你们可以去 那你们可以去 如果你还好的话 那你就先去一下动物班 或者风景班 你再去人物班 因为我是不建议你们就这么快就去的 好 这样的照片 好了 我们现在还多久啊 我们现在还有十分钟去了 十分钟的话 你们有没有作业学老师剪屏的 剪屏的颜色排得好好起 重画的是吧 因为十分钟的话我们也 也不能一个一个给你们点评了 也没时间了 其实我觉得这里提手师的话 这个很有意境的 我试一下 画得很丑 我也不知道 有点失败感觉 算了 就这失败吧 其实不扯我去随 好的 我们这个是龟宁糕啊 龟宁糕画的还可以 不过龟宁糕你注意一下 你第一个啊 就是线条感可以稍微画的 就是少一点 还有的话颜色可以稍微 画棕一点点 不管你是老师这个浅色棕 还是这个该棕的棕色 你都可以画棕一点点啊 你都可以画棕一点点 而且另外的话 两颗葡萄之间一定要有抵押关系 不然的话感觉你的画面就是平面的啊 你看我的是一个一个的 你的画面就是一个一个面的啊 是不是 就是因为你在下面的这种抵押关系 还没做得特别好 好的 还有哪个东西 好 这是我们的悠悠的是吧 这是我们的悠悠的 悠悠这个作业的话 画得还是先对来说 有点深硬了一点点 有点深硬了一点点 因为你要注意啊 你看你这种白色以及旁边 那种白圈圈啊 哪有这么多白圈圈呢 是不是 所以你这个的话 你可以用去粉色 用点粉色 或者用点冷蓝色啊 冷纸啊 这种颜色去白圈 里面去稍微去加点色彩 把它虚掉 其次的话 你要去找每一个葡萄 这种特征啊 你看这些小葡萄 它这种种的色块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你画的啊 基本上就没有去找了 是不是 这你还要注意一下 另外的话 这三颗葡萄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线条太乱了 太乱了 第一边颜色没铺好 好 另外还有哪些同学 要把作业发出来给老师点凭呢 好 这是我们纸行的同学 纸行同学画的还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叠加关系 该做的这种地方要叠好了 叠加了 还有的话 就这一区域的颜色 我觉得单薄了一点 可以稍微的画重一些啊 稍微把这个颜色画重一点点就好了 好 另外还有哪些同学 有画了这个葡萄 要点评了吗 我们可还是有9分钟的时间的哈 还有钱的问题吗 同学们哈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一个一个去签策里面点评了 因为我下午的时候 看了一下签策也没有完成多少 没有几幅作业 如果你们想看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好 就是 吃吧 我们下午就 下午 我们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